刚才说到第二句上妙说 要布施一灯 还有内心不骄慢 由此就能得到这个 相貌庄严 相貌庄严 度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刚才是讲到这里 现在我又想到一样是 可以做参考的 唐朝 大家知道六族惠能大写 六族惠能大师在五族那边得发 在黄梅得发之后 后来回到南方 因为他本来是南方广东人 当时北方人瞧不起他成为个寥 等于我们看了 情况相同的 六族的长相 是不庄严 他的相貌 就是跟普通一般的做苦工的老虎的人 很矮很瘦 情况差不多的 他虽然是德发成为六族了 他的名望已经很普遍了 他是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 女皇帝 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时候 当时所谓在禅宗里有名的男能北秀 北方就是神秀大师 那么无独座下的首座和尚 教授和尚 就是神秀大师 神秀是个堂堂身相 又高又大 非常庄严 他在华美啊 是讲经说法 他通三十几部教研 进入 他平常就是讲经说法的人 相貌很庄严 所以后来他在皇宫里啊 因为他在北方 都是很尊重他 北方的人在当时尊他为主 实际上德发的是南方的惠能大使 但是皇宫里都是很崇拜神秀 神秀禅师经常在皇宫里进出 那么但是神秀禅师 他虽然是皇宫里皇帝经常请他说法呀 但是他很谦虚 北方人尊他为六祖 他不承认 他说我不是 我没有德发 德发就是南方的惠能大使 他经常在皇帝面前推荐 他说德五祖之法的 第六祖是惠能大使 在南方 在广东 那么因此皇帝下了几次诏命呢 要请六祖到皇宫 来受皇帝的供养 六祖无论如何不去 无论如何他总是不去 他宁可就是说 如果不去要杀头他也不去 他为什么不去 有原因呢 神就这样貌庄严 皇帝亲眼看住了 尊重他 他不愿意说他是主事 他有谦虚之心 他说他没有德发 德发的是惠能 那么在皇帝的心里面的影子啊 他认为这个德发的人 必定的他的道貌 要比神就强得多 最起码跟他差不多 才能德发 皇帝他是看外相 他不懂内 这个内法的 所以如果当时惠能大师到皇宫去的话 中国佛教会完了 他一看到 皇帝一看到这个惠能 六祖的相貌 必定心里会生起一种恒大的疼难 不高兴 看到这么一个矮小的 想做苦工的那种的相貌 说这次主事啊 那比我刚才说的 这次法师啊 那问题还有严重 所以因此六祖 无论如何 他不去 一直到他入眠了 他还是不去 皇帝当时停了好几次啊 派十则去 去了几次 他就是不去 这个不去 不具有他的原因 固然是六祖 他不要明 但是他自己知道 以他的相貌 到皇宫去是没有用 对佛法没有好处 不但没有好处 恐怕会有反作用 所以因此六祖 不去 那么由这一点来看呢 也可以晓得 那么度化众生 假如一个人 是相貌堂堂 也就是所谓这个 祖师所说的堂堂身相 这个堂堂身相 相貌庄严 对这个祖师佛法 弘扬佛法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因此之孤啊 所有祖师的愿文里面 他在弘华立身的时候 都是期望 要这个有相好庄严 世相貌 有没有成佛了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他为什么需要 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在佛 不在乎的 有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无所谓 没什么关系 反正他成佛了 烦恼断了 生死了了 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还需要那些相好吗 相好是为众生的 所以菩萨修三大无所谓 最后白皆众相好 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因 那完全是为了众生而修 在他自己 根本就不需要 他生死了了 烦恼断了就好了 那其他还有什么需要 这个相貌 这个相貌庄严不庄严 与他没关系的 就是为了要度众生 假如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你说他是佛 谁相信啊 现在有人都在提倡 即刻开悟 当下成佛 可是你成的什么佛呀 所以你就是成佛了 你自信成佛了 你相好在哪里呀 三十二相 你具几种啊 你有什么相 最起码旁的不要说了 广长摄像 摄头 佛三十二相之一的 这个摄头 生出来可以把整个脸遮起来 你试试看 你把摄头伸出来试试看 连鼻尖也不到 所以啊 没有像好庄严 度人是会有缺点的 那么因此之故 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又度化众生 总是期望像好庄严 假如为自己自修 无所谓 自己自修 没什么关系 目标是断烦恼了生死 自己要断烦恼了生死 并不一定要相貌好 相貌好 有的时候对自己修行 还要发生障碍 所以在自修方面 他相貌好还没关系 对度众生 相貌就很重要了 所以如果是布施伊登 心不交慢 这个人生生世世 就得最上为妙的 身身相好庄严 这个所谓伊登的布施修音 也是有道理的 比如人 必须要穿衣服 人要衣装 佛要金装 一般人都这样说了 实际上佛并不要金 佛他不需要 要的是众生 人要衣装 人衣服要穿得很庄严 假如衣冠不庄严 你穿得破破烂烂的 人家瞧不起 从前有个地方 请一个很有名的人去吃饭 这个有名的生世 他去的时候就穿得泼泼烂烂 穿得种田的那种衣服去 也不穿鞋子 去到那边 这个主人一看 不是他要请的 他就不欢迎他 不欢迎他 也不请他喝茶 也不请他进来坐 他一看 情况不对啊 为什么对我这样子 他想到了 原来没有穿好衣服 那么一次他就回去 回去穿得很 很好的衣服 衣冠整齐 穿得很好看 那么全身都是 很庄严的样子去呢 这次来不一样了 不但是欢迎 而且是请上座 泡好茶了 那么因此他请吃饭的时候 都是轮着很好的菜 而这个人 等到他请吃饭的时候 给他的菜 他都倒在他的衣服 倒在衣服上 你怎么这样子 我这是给你吃的 你不是恭敬我这个衣服吗 我刚才来的时候 穿得泼泼烂烂 你瞧不起我吗 现在我穿得这么漂亮来了 你欢喜啊 所以你这个供养 你要给我吃的是 给这个衣服吃啊 不是给我吃啊 所以他把饭菜 倒在这个衣服上 世间人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世俗有一句话说 先进衣场 后进人 人 他是先看你的衣场 穿的衣服 先进衣场 后进人 假如你是穿得不不烂烂烂的 人家瞧不起你 那么因此之故啊 他老修行 往往他就喜欢穿破烂的 他为什么 他不逼人家恭敬 他这样子好修行 那么因此 菩萨为了度化众生 他必须要外向庄严 外向不够庄严 度众生发生困难 这是第二 那么请各位看着经文 接下去 四十二月第二行 无量是中 常坏焦慢 于是因缘 生上种性 这里要生上主种性 要破焦慢心 因为你焦慢心重 不但是生相不够庄严 就是要生上主种性 也生不到 所以能够生在这个高贵的家庭 上主种性 要把这个焦慢心 把它破坏掉 常坏焦慢 坏就是破坏 生生世世 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焦慢心 去掉 那他就能够生上主种性 这个上种性啊 在印度来说 就是像这个 差地利 婆罗门 差地利是王族 武士阶级 是执政的 当官的 婆罗门 是印度的宗教师 在印度 婆罗门的地位 高过 差地利 因为他是国师 差地利是 当政者 做国王 做大官 都是由差地利所做的 那么其他 会是神陀罗 就不如了 那么如果 生在印度 毕竟要生在这两种的上主之中 释迦牟耶佛 生在五族 阿世 他需要 有这个政权的力量啊 来帮助 度化众生 力量才够 所以他生在这个 差地利族 他的父亲 是晋范王 那么他 如果不出家的话 就是一国之族 如果是生在清净的 事件 不是五族 阿世 那就不妨生在 其他的上主种境 像佛罗门之类 在我们中国 没有这种的 世性阶级分辨 但是也希望能够生长在 例如说我们的汉民族 如果是生在汉民族当中 一个高贵的族性 家庭富有 过去三代 上三代 都是清白的 没有犯过 这个什么 犯罚的事情的 那么在这种 清净的家庭力生长呢 将来对他 这个 弘法力生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从前曾讲过 唐朝 贤壮三藏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的 这个到印度去留学的留学家 贤壮三藏 据说 他要去印度的时候 从 聪明 经过 那么到了这个最高的地方啊 常年积穴 那个地方 碰到一个 这个正在入定的老修行 是穴 下穴 把这个穴 把他包围住 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 但是是一堆穴 他知道这不一定是有人 把那个穴拨开 拨开 发现很奇怪的 这个穴啊 好像房子一样 中间有个空 空荡的地方 距离他的身体 大概有一尺 把这个穴拨开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人 很高很大 正在入定 在禅定之中 而且他在手指甲 都会缠的 手指甲 因为他手这样放啊 这个指甲 长起来 围住他的身 扰住他的身 扰了几圈 头发都是很长 长到后边一大堆 但是他正在入定 那么贤壮三丈知道 这个入定的人 必定要用 引进 引进 在他耳朵边开静了 他才会出来 否则 你就是开大炮 也没用 因此他就轻轻地 拿着银银在他的耳边 敲三下 这个人就出定了 出定了 他第一句话就问 释迦牟尼佛出事了没有 显状一听到 他不但是出事了 已经入灭 一千 一千几百年了 这个人一听 我是在家设佛的 像法的时候入定 我想要见佛 见不到 当时佛入灭了 见不到 我就想要见释迦牟尼佛 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又入灭了 他想要再入定 等米勒佛 贤状就赶快劝他 他说不行不行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 一辈子下去都见不到佛 为什么 他说你正在入定啊 而佛出现时间 谁来替你开机 你不出定 你一样见不到佛 他说那我现在怎么办 他说你现在最好啊 发菩提心 请菩萨道 把你这个身体 这个射口子不要了 丢掉 你要生到我的大唐国 就是我们中国了 生到我的大唐国 我现在要去印度求法 等我回来了 那你也长大了 就正好帮助我弘法 那么他 他就答应了 还可以啊 但是我到中国去 到大唐去啊 我要生在哪一个家庭 当时贤状的意思是 要他生在皇宫之中 做太子 那么将来 就是如果是一个王子 皇子的话 将来对于红法 度他出嫁 红法就会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就 没有办法说出 这个皇帝住的地方 就是跟他说 黄金琉璃碗 他说你到中国呀 你找这个 很大的宫殿 他的屋顶是盖着 黄金的琉璃碗 到那个地方去出事 那将来我就可以去找你 那么这个 入定的老修行呢 那么就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功夫啊 也就把这个 暴体就舍掉了 所谓死掉了 那么他的 灵心呢 就到中国来转世 虽然跟他说 黄金琉璃娃 但是这有真有假 他分不清的 所以后来 等到宣传三藏到印度 十七年 有的说十九年 回来了 那么回来之后啊 他第一就是想要查查看 看皇宫里面有没有生太子 结果没有 那后来他想想 可能他找错了 真假分不清 那么这个 做大官的 做宰相的 也有这个黄金琉璃娃娃 但是那是假的 不是纯金 可能是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后来找到这个 维持晋德家里 维持公家里 才找到 就是后来的 魁机法师啊 那么他为什么 贤壮三藏 为什么叫他要生在这个皇宫 他的用意也是说 如果让他生在这个高贵的种姓里 将来度他出家 度人就方便了 有像释迦牟友说太子 出家成佛 度人就多了 所以他必定要有 善族种姓 种姓高 度人就方便 如果种姓差 假如说普通一般的平民 老百姓 或者是世间上的 这个比较下贱的阶级 做奴辈之类的 庸人之类的 那 纵然是有很大的修问 很好的修行 度人也会发生困难 所以 像孔夫子 他虽然是生长在鲁锅 他没有办法度化 他辱过人 因为总是 所谓他就 开判一句话说 圣人难化父母之邦 自己父母之邦 自己没有办法度他 会发生困难 因为在那个地方 人家都看你是小孩子 是老百姓 我们可以这样举例说 例如说 像我 回到我的故乡 就是 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的人 看到我 他照样是叫我 那个在江的 这个 这个 名字 他照样是 认为你是个小孩子 所以 您度人 必定要有 相当的高贵 重心 对他帮助很大 我们举例子 像这个 清晴慈航法师的 绿航法师 他是军人 在当时他当过军长 是中将 民国三十七年到台南来 清晴慈航法师 那么三十八年出家 后来他所度的徒弟啊 南众 比丘 差不多都是军官 差不多都是军官 正如所谓物与类聚 同类的 同类的 他自然会容易接近 因为他是个军官 所以他出家之后 度的差不多都是军官 洪一大师 他是教育家 美术家 那么 他是多才多艺多能的 所以洪一大师出家之后 有好多教育家 教育界的人 美术家 跟他学合的 很多很多 那么因此之孤啊 如果你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 别说是他生的 种姓如何 假如你是一个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 出家 将来度人都会受到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影响 这他度人就多了 而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出家 穷人 或者是 勇人 去出家 那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 要度人 在普通一般 一般人的 眼光里 看你呀 认为你跟同前在家的情况 相差没有多少 他不会看你现在的名望 他 道德 他只看你过去的情况 所以 度起来就 比较要困难得多了 那么因此 菩萨他要度人 他就生在上族 种姓 就是不是生在上族 种姓 也希望他在地方上很有名气 那么度人的时候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第三种 那么他的修音 就不要交慢 现代人 大概是从洋文翻译过来的文字 没有搞清楚啊 反而是做有点比较出色的事情 就是 值得骄傲啊 现代人很喜欢 真是值得我骄傲的 我觉得很骄傲 实际上这骄傲两个字 在国法里面是不好的 那么然后是在骄傲的话 将来您 没有人看得起你 人家都会瞧不起 因为你供高我慢 骄傲 那骄傲本来不是好词 现在一般人都喜欢骄傲 这就是在文字上啊 慢慢发生这个 不同的变化 本来是个坏字眼啊 现在把它用在好词上 结果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而你想要生上诸重心 就不能有骄傲 供高我慢 这个骄傲都是要不得的 这个骄傲慢两个字 分开来讲 骄傲是骄傲慢是慢 在维持百法里面 慢是根本烦恼 贪嗔是慢疑 慢是根本烦恼 有七种慢 骄傲是随烦恼 随烦恼的小随 那么所谓七慢八骄 从前曾讲过 维持三字经 这个七慢八骄 在维持三字经里面 曾讲过 现在不必说 如果有这个骄傲慢心 那就没有办法 生在上诸重心 生生世世都 把这个骄傲慢心 把它破坏 常坏骄慢 坏就是破坏 常常修行 把这个供高我慢 去掉 就是谦虚 所以所谓满昭筍 谦受一 谦虚之心 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 佛经里面也说 我慢三高 法水不入 假如一个人供高我慢 好像一个高很大的山 法水没有办法进去 都会流走的 所以我慢三高 法水不入 要修学佛法 也要谦虚之心 不此下问 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假如你能够 生生世世 把这个骄傲慢心破坏掉 消除这个骄傲慢 没有供高我慢 那么你由这个因缘 生生世世 都能够生在上族肿性 对动化众生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第三 无量适中 尝试饮食 仪式因缘 身力具足 这是说第四 身体有力量 就是很健康的身体 又要有力量 无论是身体的力量 心 脑筋的力量 都很有很灵敏 那么身体又有大力量 这种人 那么才能够使人一堪 生起降伏之心 无量适中 生生世世 都能够试饮食 饮 例如饮料 果汁 茶水 哪来布饰 这是试饮 吃的东西 饭菜 五穀 面等等 饭菜 拿来布饰给人 使人有饭吃得饱 这是食的布饰 常常拿这个饮食 布饰宜人 使人得到饱满 有这个因缘 在修阴 将来生生世世 身体就很有力量 具足种种的力量 而他的本能 也很好 反应很快 为什么 饰饮食 就能得身体具足力 可想而知 假如你不吃饭 你试试看 假如你早上不吃饭了 你听到这个时候 肚子饿了 肚子在哪里 唱工程祭 那你坐在这 听听也会觉得 没有精神 为什么 肚子饿了 这个时候 他的脑子里面 只是想吃饭 如果有什么东西 吃就好了 我是一直讲经 他也听也不会饱 他也进不下来 也没办法听下去 他必须要吃饭 吃饭就有力量了 所以你看 这个一般做工的人 做苦工的 他都是很能吃饭 吃饭就是 现在人讲究什么营养 多少カロリ 营养够了 カロリ够了就行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挑担子的人 做苦工的人 他还是要吃饭 你给他多少营养 カロリ 他也不会有多大力量 他还是要吃饭 没有吃饭 没有吃饭 他就跳不起来的 我十六七岁在石头山 山上有一位老修行 现在已经往生了 那个老修行做苦工的 身材很高 很高 他的手啊 这个手 跟我的脚一样大 很粗 很有力量 他可以从三脚下 挑一袋水泥 水泥是一包一包紫包的 这一包多少啊 五十公斤吧 就是等于台精八十斤 普通人挑一包 用背一包 背到山上就很辛苦 休息好几次才能上去 他呀 只挑一袋 挑一袋 两包 用挑的 用这个便单挑的 两包挑上山 从三脚下到山上 他不要休息 不要休息 一气就到山上 他的功力很大 那个时候山上有 这个皱茶的小工厂 这个皱茶的工厂 那个皮带不是 等到电一转的时候 这个力量不很大吗 他的力量能够把这个皮带 把他一抓就停下来 他有这个力量 这皮带正在转吗 一抓就停下来 那么他的力量 跟那个马达的力量一样大 可是你要知道他一餐吃多少饭 多少饭 他一餐要吃八碗饭 每一餐必定要吃八碗饭 而且他吃的这个八碗 比现在的碗要好大 那个时候的初碗 比现在的碗大 他添一碗饭 也不是像我们平常添平而已 他是添的尖尖的 尖尖的 他的一碗等于我们两碗一样 他的八碗饭实际上是十几碗了 因为这个山上人多 有十桌 方舵十桌 那么从他坐的座位 到这个添饭的地方 有一段距离 他这一碗饭吃完了 到这个添饭的地方 添好了添的尖尖的 他边走边咬那个饭吃 尖尖的咬着吃 边走边咬 咬到坐下来的时候 上面的尖的已经没了 吃光了 坐下来 只有浓一点点小菜 两三口 那一碗饭就完了 我们吃两碗饭 他八碗下去了 吃八碗 有一次说他生病了 生病了 没有起来 那么这个厨房呢 就叫我端饭给他吃 我端饭 厨房准备好了 叫我端去 端去给老修仙吃 可是端的饭是两碗满满的 尖尖的满满的两碗饭 我不是说是生病吗 生病为什么这么多费呢 他没有这样不行 你端去吧 我就端去 端到这个老修仙房间去 他躺在床上 我端进去 我就说 那你还有吃这么两碗饭 他说这样还差不多 我大哥 那你为什么还生病啊 吃两碗饭 尖尖的还生病啊 他说 就是因为我吃两碗饭 才生病啊 假如我能吃八碗饭 我就不会生病了 他生病的时候 还吃两碗饭 你看看 这种人的身体 他的力量多大 健康情况多好 那么这就说明啊 他的身体健康好 力量大 那么行福山道 杜仲山药 要这个力量做什么 有用的 并不是要跟人打架 他只有这个健康的身体 人家一看到 也算花起心啊 不是看到这个东亚病夫 都是生病的 看样子啊 连油菜色 黄黄的 不死啊不死啊 看起来就 心里不好过了 看到你这种情况 又听你说话 你自己都就已经半死了 还能说话 听起来也没力气 你讲也没力气 生病的时候 讲的经也没力气 因此之后 他如果身体健康 讲的声音响亮 那么健康好 一天讲到晚 不会累 那么这个 对于他的弘法的帮助太大了 我就不够格 从前慈禾老法师 他在中立元光师 名义上叫做夫学院 老师只有他一个 他也是院长 又是教务主任 又是训导主任 又是老师 他呀 你讲威士 讲英明 还有教英文 APC 他还叫教咒诗 他还要教咒文 一天到晚 一天上八节课 八节课都他一个人包办 八节课他自己一个人包办 他一点也不累 越讲声音越响亮 那我当时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才光复不及万民国三十七年 本省人懂国语的很少 因此就分班了 分有客家人就客语一班 铁郎班 客人一班 有讲明文化的就活楼班 那么这个 听不懂客家话的 就另外分一班 另外翻客家话给他听 听不懂明兰话的 另外分一班 听不懂国语的 明兰话的 专题明兰话的 又分一班 能懂国语的 分一班 三班 三班 这三班当中 要有两个学生 去讲解这个 不懂国语的 这个客家人 跟讲明兰话的 这两种人听 因此 我就在其中之一 要翻一堂课 他并不是说 边讲边翻译 没有这个时间了 老法师 他讲这一节课 讲下来 另外找时间 那么 我去讲客家话 给这个听客家话的人听 我这一节课 讲下来 我累得要死了 没有办法再讲了 可是这一天到晚 这个要讲很多 我大概不到一步 我就生病了 我就倒了 这个老法师 他能支持下去 他不但是如此 他工作的好多 学生都要写日记 天天写日记 他晚上还要改日记 晚上的日记 改到十二点半 还在改 他晚上可以说 睡觉的时间很少 假如他没有超人的体力 不是生力具足 他怎么能够这样做 这个事情 就没有办法办好的 就我们来做 就有困难了 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生力具足啊 对于文法 是很有帮助的 想到当时的 十行老法师 一直到现在 四十年来 就从来没有看过 有第二位能够像 他这样子 一个人包办 一个副学院的 我还没看过 他一个人包办 一个副学院 所有的事情 他一个人总包 他能够住下来 不过他吃饭的饭 波也很大 就是 他的饭波很大 这是第四 胜利具足 这里胜利具足 是讲在第四 那么跟前面的 牌的次序 少少不一样了 前面的胜利 胜具大力是第三 具好种姓第四 现在这里解释的文字 刚刚把它翻过来 上好种姓第三 胜利是第四 那么总之 是八种当中 讲了四种 讲了四种 下面第五 多扰财包 希望能够多扰财包 对于肚中生有帮助 这经文说 无量是中 常要说法 或者读着 常乐说法 也可以 乐是乐 也欢喜吧 要就是爱要 也通 常要说法 常乐说法 都可以通 于是因缘 多扰财包 三三四四 喜欢讲经说法 很乐意的 喜欢讲经说法 给人听 这个人 他以后 有这个因缘了 他三三四四 就有很多财包 佛法 就是法财嘛 这里跟普通 一般讲 这个 多扰财包的 修音啊 不大一样 平常说 你要 富足 有钱 多扰财包 要不识 都不识 有不识的因缘 能使你 生生世世富足 这只是以世间法 来说明啊 修布施 不但不偷盗 而且能够布施 那么将来 生生世世 都财包 现在这里是说 要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的人 他就能够得到 都财包 有都财包 将来他对于 红法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方便 为什么 他有财 可以布施啊 法财 以法财布施 奖经说法 的布施 就法布施 而得到 多扰财宝的功德 这应当是 有可能的 法财 换世间财 那么 因 比国要 俗胜得多 实际上 他生生世世 奖经说法 也要生生世世 有智慧 变财 那么 这个多扰 财宝啊 只是他的 附带的成就而已 真正的成就啊 应当是 讲经说法 有大智慧 可是他由这个 法财 故事的缘故啊 也就得到 世间的财物 那么当然 由此世间财物 也就充足了 多 不少呢 很富裕了 饶 就缘饶了 很多了 饶也是多 缘饶 很富裕 很多 世间的财宝 当然这个财宝 也可以包含 法财了 世间财 法财 通通俱足了 那么这个 多少财宝 在文字上看起来 就会看作 这个世间的 财宝 就是金钱了 金银祭宝之类 金钱 那么肯以法 故事的人 那么以后 生生世世 也就富有 世间之财了 菩萨他为什么 有这些财宝啊 因为他 度众生的时候 需要故事 假如你不先修故事 没有办法接近众生 先以世间财 故事给众生 然后用法财 来故事给他 这就是所谓 《维摩经》所说的 先于欲勾签 后令入佛制 先用世间财物 来劝导众生 来布施他 使他由此 慢慢对菩萨 生起欢喜心 那么然后 就能够以佛法 来布施给他 做这个度众生的 钱方便 有钱 好布施 那么度众生 也就得到方便 假如是个穷人 您虽然是想要故事 可是没有这个力量 就会发生很多困难 所以菩萨 也求世间财宝 那么 来做动画众生的工具 第六 第六 具男子生 这里解释 就是说 无量世中 或者女生 已是姻缘 的男子生 或者 并不是说 好骂贼贝 意思就是说 不贪着 不执着 不执着 不爱这个 不贪着世间的 这个 好看的相 美丽之相 不贪着这个女生的 这种的相貌 那么 需求 大丈夫之相 那么 由此 那么就得男子之身 为什么 一定要以男子之身 来做 弘画的工具 因为这样子 度众生 就比较方便 假如 女性之身 做动画众生事业 是可以做 一样可以做 但做起来 比男性 要少顺一筹 要差一点 不够那么理想 尤其在古代 在古代 古代 重男轻女的社会 因为从前的人呢 不但是 我们中国 印度也是一样 重男轻女 女性 虽然是能够 讲经说法 在社会上 一般人 她还是 不会尊重 所以 女性 要做 弘画众生业 就比较困难 假如这个男性的话 在古代 做讲经说法 度众生的事业 就比较方便得多 当然 那以现代的男女平等来说 不会有多大困难呢 女性 比丘尼 一样是可以做 弘画众生业 在家女居士 也有很多 能够做弘画众生业的 能够复制佛法的 不过 无论如何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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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 比男性 要比较 弱 要差一点 女生的烦恼 也要比男性 多一点 因此之故 还是希望 以男性 之声 来做 弘画立身的事业 要比较方便 那么 因此 菩萨 他要使 这个 度画众生的事业 做到圆满 所以 第六 也希望 能够得到 男性 大丈夫之声 来做 弘画立身的事业 要比较 圆满的多 这是第六 上面六种呢 都是注重在 福德因缘 修福 福德因缘 福德因缘 具足 成就上面六种功德 那么 做这个 度画众生的事业 就有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方便了 第七 跟第八呀 都是希望 要有智慧 第七是 源于 辩聊 辩 辩明 聊 清楚的意思 就说话呀 要很清楚 此人一听就能懂 说得很清楚 不会脱泥带水 那么要怎么样子的修音 才能够得到 源于辩聊的 果德呢 经文说 经文说 无量 事中 自心 此 戒 于是 因缘 源于 辩聊 按照经文 所说 深深 事 学佛 受持 佛戒 受持佛 所致的戒 这里没有规定 在家 出家 就是说 您是学佛的 佛弟子 在家居士 受五戒 把五戒持得清净庄严 那么六灾日 如果发心持八观灾戒 能够持得清净庄严 受过菩萨戒 能够把在家菩萨戒 持清净庄严 出家人 受过三密戒 能够把三密世界 持清净庄严 受过 比丘比丘尼戒 能够把这个 居住戒 持得清净庄严 受过菩萨戒 以出家菩萨身份 能够把戒 持得清净庄严 这个都教的 至心持戒 以至诚 肯切之心 恭敬心 来受持佛所致的戒法 不只修一生两生 无量事中 生生世世 作佛弟子 生生世世 作无论在家出家弟子 都能如发持戒清净 有这个清净庄严 那么以后啊 就得到这个 言语便聊的国报 就是言语就是讲话 讲话的言词 便明清除 使人一听了了分明 要讲经说法 言语便聊 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这个说法的人 讲的口音 虽然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 但是他讲起来不够明白 自疑不清楚 咬字不清楚 或者是讲的 话语不够明了 听起来就有困难了 而且 必定要有 具备几种 言识啊 对于度化众生的事业 才能做好 比如说在台湾了 那您在台湾 工法 除掉懂得现代国语之外 那你还要懂得明南话 如果再能懂得客家话 有这三样话 在台湾就差不多 就可以了 那么讲经说法 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了 可是要到外国去就不行了 我不想出国 有很多人要求我到南洋啊 或甚至到美国去讲经 我笑笑 我不去 不答应 为什么 我到那边去就成为一瞎子了 光着眼睛的瞎子 看那个横着斜的ABC啊 跟那个导采修想那种字啊 我看不懂 摸起来是平的 但是他一行一行黑黑的 不晓得写的什么东西 我看不懂 到了那个地方去 根本就 看字也看不懂 出国外跟瞎子一样 光看得 眼睛看得到的瞎子 那真辛苦 我不愿意去 民口不去 实际上现在在台湾 讲经说法的人 就很少了 就不够了 那么如果能够在台湾 把法宫护好 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以我的能力 在台湾讲经 但是差不多 还可以 因为我是这三要话而已 所以外国我不讲去 原因是神讲话不通 毕竟要原始变了 使人听这种 这样子啊 讲经说法 才会有杜中山的能力的 那么这是第七种 那是有杜中山的能力的 那是有杜中山的能力的